字幕提供 不向長團不復,堅持以理服人 以論擊石 各位慶眾,你好 又是這個 以論擊石 今天暫時只有我及阿加伯烈姐 嗨 邦邦说他不知道是否来到,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鸾仔本来说我答应了来的,但是我答应了来,大家都知道他在例牌就有点 他说他还在学校处理很多事情 我就不知道学校有这么多事情跟进 我知道他在学校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件事,在他那班里 如果他愿意说,他叫他学校回来说 原本他认为回来要分析驱选 但是他不能分析,说真的一句 不要紧要,节目先做着 看看帮帮他们,他们会进来 我先说一声,我先开麦 今个星期,真是花心吃过不停 这些东西真的说不完,说真的一句 那说一样 那说一样 那说一样,我觉得是全香港最多人关心的事情 那话说 我不是说笑,我也很关心这件事 那话说 其实大家知道,香港本身是我们在这些年龄的Hey Day 就是他们最圣极的时期 香港有两个已经成为天后级的年龄 当然,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周秀娜娜姐 另一个也是由鸡毛变成身上神台 就是杨洋荣小姐,Angela Baby 当年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真的吓了一跳 然后得淡笑 即是你看Angela 不够好听,我叫Angela Baby 我跟这些外国的朋友说 有个这样的人,他们都觉得挺过瘾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 可能是关桑是藝名 那样都可以的 这些是藝名吗? 他不是用这个名字来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意思是身份证吗? 对啊,身份证 或者说你的朋友都不会私下这样跳跪 我不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做什么呢? 他做什么呢? 假设你不是住在整个球下面 你应该都没听过 有个背景 Angela Baby出道以来 一直被人说他整个容 有些人说他十四岁出来做司警妹的时候 他说几个厉害 14岁的时候就说我咬咬咬 那他已经出来找真键了 大佬 14岁的时候你还在做什么? 14岁的时候? 我现在在听你 可能都是14岁的时候 你又做什么 对啊,你还在听这个 耳朵激石 那所以 那时候 应该相信他 他对唇好像一片滋潸 他的樣子是有利於減肥的 因為真的會令你吃不下東西 接著大家就知道他現在是瓜子口臉 眼睛都是細長 相當之君稱的五官 標誌的念孔 亦是老惡得中國第一線的男明星王曉明的方心 最近二人就是夢幻式婚禮 拉上天窗 聽說他只是搞那張邀請卡 或者那張邀請卡 是要搞幾十萬的 就是要搞幾十萬 救我一整年 救我幾年 當然他們這些有錢人 是不明星的 當然是不同排長 當然他們本身的婚禮 已經是一件娛樂的新聞 所以當然是要做出資料 那新聞就最多發生了 是的 但是他被人挑戰 就不停地說 他就要這個整容 那我出資最近 在這個 就是接受這個挑戰 就招請這個整容的專家 來驗證究竟他有沒有整容的問題 那整件事都超級發生的 當然啦 出來的記者會就交代 就是說 醫生就說他沒有整容 那就是 我都覺得 都不出所聊 我都不期望醫生出來說 他有整容 那大家 這件事當然是極度之感發生 對不對 首先大家 我是想不到 有這個服務 我相信有都不出奇的 我相信整容醫生應該都看得出來 是否有整容的 那阿嘉先生 你覺得他其實有沒有整容呢 很天然大波 很多人有很多 不同的論點說 其實他有這種感 呃 有人說我 刺整過 你覺得他刺整過 你覺得他刺整過 他刺太遠了 哈哈哈哈 你們有可能有些 那些事情都會改 那些事情都改 那些事情都改 那些梳骨 那些下巴 那些地方都不可能 那些東西都改 嗯 哈哈 那也有不少人這樣說 那就 嗯 那大之大 我又真是 真是個人認識一些人 那他就說 自己是以前教過Angela Baby 他就 他就很堅持 你說 喂 他一向都是這樣 但其實會不會 其實 會不會有 那些人 又不會打扮 所以會不會打扮 所以會養叉那麼軟 是啊 這個就是他們 的 就是他們的 口供 並且呢 我真的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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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聽回來 一些間接 我又有 一些人 就是 他又是認識Angela Baby 不過我自己也認識他的 原來 所有聲稱 自己 直接認識Angela Baby 的人 都說他沒有做過 用的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挺奇怪 首先 就是 我現在還沒聽過 如果有聽眾 你聽說過 記得 告訴我們 我自己個人 一手也好 二手 三手也好 所有聲稱 自己 真實認識Angela Baby 的人 我現在聽到的故事 都說他沒有做過 奇不奇 如果他真的有做過 為甚麼 為甚麼我只能說 一個堅持 或者認識他的人 說他有做過 沒有聽過 不過 當然 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真的 是Angela Baby 我無緣無故 得罪他 是否有受 那 這又是道理 對 這很奇怪 當然 整件事 危險重重 首先 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有誠意 要給一個專家驗證 你有沒有整容 你是不是不應該在大陸那裏驗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 reputation 是怎樣的 對吧 你最起碼 你又不是沒有錢 對吧 你去一轉韓國 不是很困難 對吧 韓國 當然 你去韓國 是不是就保證 那些人可信 當然也不是 你去韓國 可能有很多韓國偶的 對吧 但不要緊 我覺得韓國的 credibility 應該會被中國告 OK 國際聲譽上 都是的 其實 香港本身是一個 很著名 做整容的國家 是啊 對吧 我們又見到 他有產量眾多 我們 女團 男團 每個人都靚靚仔仔 尤其是最難得的 那些的 那些都餅印一樣 對眼一模一樣 那樣 當然近年 好像多了 variety 近年 好像我見到他們 但那些人 通常都說沒有 是那些人化妝化到一樣樣 而已 我不知道 我不懂化妝 因為我不是女士 我只要問女士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 有一個 是否真的把她化妝化到一樣樣 所以 下次我化妝化到外面 看看人家以為我 羅伯迪利老 你 有些難度 那 我不知道 所以 這就是二點其一 另一個 我只是在網上看 我不懂 骨科 人體又沒有認識 就說 那種激光片 就說 正常人的人 人頭骨 鼻的胸胸是沒有 是一個洞 那她就說 不是 有些東西插出來 凸起了 這些就是她做過鼻的證據 所以 但她沒有拿過一張X光片來 親自研究 只是看照片 所以 現在 你問我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大家可能會打我 但是 我是不能夠 去考究 楊詠小姐有沒有整容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對 對 阿邦 阿邦 幫我覆了 看看她知道她會否加入 我不知道 我 不知道 如果她不在 台灣也說不到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照說 照說少少 所以 嗯 這個Android 有沒有弄用呢 我覺得依然是一個謎 最主要是因為 最主要是因為整個驗證過程 由頭到尾 她自己找 當然 這些發生的事情 真的是食之不盡 對不對 不要緊 很快 香港人就會忘記了這件事 不過 我有另一個觀察 我看到對岸的傳媒 就是台灣的傳媒 所有人 referred 楊詠 都會叫她做一個大陸女星 好像沒有人忘記了 楊詠 其實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人 OK 明白了 搞定 YES 其實這樣就是 所以對我 黃曉明是大陸男星 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要想想 到底她過去 可能會 來到 算她 怎麼說 過去一年 她在香港 她就多數沒有 應該就沒有 我猜 她整個 career 都在大陸 很好 老實說 當然 這些是賺錢的事情 她在那裡賺錢 她在那裡做事 就這麼簡單 我叔叔也是 我叔叔就是大陸做事 好像她們的藝術 那樣 可能不是我國家的人 都有 去到荷里活 紅 也會叫做荷里活 紅 真的 真的 沒錯 我們說得非常正義 應該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叫做中國女星 也是 當然她在大中華區 也有 在華語區 也很有知名度 出名的 相當之出名的 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說 Androla baby 再說 繼續來 繼續來 另一單 花生猛料 又來一單 又說 厲害 首先說一下 香港 我們知道 有個 就是香港有很多佛教徒 香港有宗教自由 基本上 你只要傳好一個人 不是邪教 基本上 你有宗教的自由 所以香港也有 也不是說 定義為邪教 但是 只要你不是 有些 實際的行動 是 是 刑事的 它都不會阻止你的 就是你那個宗教 在香港的活動 是的 意思就算是 你周圍跟別人說 喝雙養水 延年益秀 但是 你不是真的被人喝的時候 應該都沒有人拘捕你的 OK 你說了 你不是偷人喝的 是的 沒錯 或者有人喝的時候 你偷給他 那不一定是 如果我天天跟你說 喝雙養水 延年益秀 真的哄到你喝的時候 那我有沒有罪呢 很難說 你叫我做一些事情 但是 我有理由做不做 你有理由做不做 但是原來就是 我用那些宗教的手法 就是 令你覺得 就是 就說 雙養水 是二年益秀的 又這樣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從科學來說 這件事完全是錯的 喝雙養水會死的 但是就是 宗教的雙養水 那些人騙你的 雙養水 你喝了 你就跟這個神 就接近些 就是 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 就是從此 令到他人 就傷害自己的身體 那這個算不算是犯法行為呢 其實你可能證明到 他 就是 就是 中間的連結太陽 明白 對 這樣 所以 我們先不要說邪教的問題 我們想要另一個宗教 不是邪教 OK 所以 那就是佛教 香港也很難相信 因為實教 那在香港眾多佛寺 有一間叫佛寺 一間叫定位寺 定位寺 裡面有個師姑的住詞 就叫做 色字定 色字定 是很厲害的 色字定 跟我們相中出家人不同 相中出家人就很清貧 在佛寺上就是四大街空 掃核地 念下經 欲核佛 就是這樣 掃核地 靜地是不需要掃的 那也有樹葉的 OK 那也要掃的 那人家是添香油 那人家的州地都是樹葉 這樣就不好看 那這樣說 那早前這個人 定位寺 主持 色字定師太 我們知道 早前他都試過出來叫救命 就說沒有錢 所以寺廟就很破爛 他就拒絕了這個地產商一億的收購 購的offer 就好像很偉大 我不知道這間紙是不是真的是他 只要是他 我也不買 一億那麼少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爆出來的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這件事 總之是 還是 梁 忘記了 總之就是這樣 後來就離婚 但是離婚之前 當然他就不知 他就沒有再做這個演藝 就轉了去做這個保險 保險就是 Top Sales 全香港做保險做得最好的人 然後 最近 過往這十年 他就轉戰這個 轉戰這個 法律界 大家記住 翁靜征是讀不成書的 他中三就絕了學 OK 但是後來 那個老公是什麼 沒有打電影導演劉家良 對不起 是劉家良 那時候是劉世良 他就是神經病 劉世良是另一個人 錯了 錯了 是劉家良 劉家良兄 當時很厲害的 劉家良 是劉家良 他願意 他放棄了他全副的身家 就是為了和忠誠征在一起 所以就是 才能夠說 這個世界有些人 是你不可以得罪的 你不可以撩鬼拿命 嗯 那先說一下 翁靜征的歸水 他和 家生都是跟我感覺 他現在就是 就是律師 他真的是一個全奇人 他真的是這個 其實是厲害的 超厲害的 他年紀都甚大了 他才再回去大學 再讀 讀 法律 要考那個 叫什麼 L什麼 PCLL 對 PCLL 對 他就是拿回律師資格 這個是很厲害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 傳奇人物 在香港 港地其中一個 一個 女僑雄 其實是屬於一個 好 然後 當然我覺得沒有公余心 那麼厲害 當然兩位女士厲害的地方就不同了 看看可不可以找一集廣告 幫我們說一下我們 在香港歷史上 講幾位 最有名的女僑雄 先講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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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佛門 不好意思 這個定位子 昔自定 竟然被翁靖精 踢爆 原來 他是有個老公 他有個老公 他把他藏在豪宅裡 他還說 原來有名車 有豪華房車接送 住在四千萬的豪宅裡 所以他還要幫他佛寺甚窮 看來佛寺真的很窮 他本人就不窮 所以 這個忠靖精 自從捐了錢 做了定位子的董事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的宗教團體 都是慈善組織的註冊 所以裏頭有個董事會 如果有基督徒的聽眾 你回去問問教會的牧師、執事 你看看他們的董事會的組成 多數都會知道 教會的執事會就是你的董事會 你的董事會 實就是 OK 你說 因為基本上這些機構 它本身都是一間 都是要承立一間公司的 是的 它都是要拿 好像是拿雙認證記 然後後來再 就是本身是一個 再拿雙認證記 那個名字 其實都是有 有限公司跟你的 只不過是拿了 有一個什麼 稅局那邊 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條例 叫做填章方 它每幾年會審核一次 所以你那個 不需要交稅的真份 它真的會檢查 盤所出的很緊 檢查一下你 是不是真的非牟利 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查過這件事 你是不是非牟利 你是不是真的慈善組織 OK 所以 就踢爆了一件 驚天大陰謀 各路 香港的所有的 佛門中人 各路佛門中人 即時劃清界線 有些就說不要搭 搭了就有煩惱 我們四大街空 因為有煩惱 我們搭了周辛矮 所以就不要搭了 就是搭了就有煩惱了 所以就爭鬥了 整個過程裏面 你怎樣的環境 什麼 你怎樣的環境 幾大都過正了 是啊 即時過正 這部真的結過結他太的 為什麼呢 因為講真一句 因為 你兩夫妻就算 不讓法庭 替你假結婚 有虛假聲明 這些路路 即是法律上 替你不進 你這輩子 都不用在佛教 宗教界繼續做的 說真的 當然 如果他不做 他就有很多其他門路 這樣 那 是很勁抽的 所以 雍正正的揭秘過程也很厲害 我覺得就好像那些 尖士邦式電影 有些錄音筆 又有很多偷拍鏡頭 亦都是 很多很驚險的事情 很多次幾乎被這個 色字定色村 色字定 亦都是密謀 要把你雍正正踢出這個董事局 但是 你的雍正正真的很厲害 所以說千萬不要得罪他 他就是捉住 色字定師太 最緊張的事情 他就說 他在外國 有個有錢人 很支持定位子 他快要捐500萬美金 去支持定位子 他立刻覺得 不要聽他走 結果就糟糕了 因為他就令他足夠的時間 存在足夠的證明 就吵死他 這幕真是傑傻傻傻 真是 太貪了 唉 真是貪爭傻 那當然 阿色字定 其實他做的那件生意 其實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從生意的性質來講 基本上他跟關景熊移民顧問 是屬於同一個種類來的 基本上他做一個移民顧問的服務 不過他要專門 負責幫香港輸入一種專才 哪種專才呢 就是這個和尚 香港人 香港人 基本上就是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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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教 從來不很缺事奉人員 但其實也有些叫救命 因為不是很多人願意 全息去投入侍奉神 走去佛寺 四大街匡 又不准吃肉 又不准喝酒 又不准近女色 沒有香港人想做 唯有做什麼呢 唯有輸入外奴 但是這個定位置 即制定 他覺得 他要幫香港輸入宗教人才 他想著找關景熊移民顧問 那筆錢 都省回 不單不是省回 是想自己吃 所以就想到什麼辦法呢 就想到 就跟大陸裏面的和尚 結婚 申請他們下來 之後我就離婚了 因為他不離婚 他不可以再輸入另一個外奴 對不對 這就是什麼呢 原來 阿悉智令自己也是靠結婚結下來的 搞笑 是啊 他知道是靠結婚結下來的 這門真的是大生意的 而事實上 而是佛門中人不可以結婚呢 也是佛門中人自己搞的 香港政府是不會理的 這個是他們自己內部的 規定 他就說 沒有犯法的 當然沒有犯法 但是佛門中人怎樣搞他呢 就不知道 因為聽說 原來只有一個佛子的住持 才可以決定把弟子掃地出門 但問題是他自己就是佛子主持 那怎麼搞呢 那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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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自己逐出門 那他不會 當然大家信眾 就不要走到那間廟那裡再拜 差不多了 OK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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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難 有些矛盾 怎樣 就是 在 在這件事的生效 去執行的時候 那我已經不是主持了 但是 我不是主持 我又不可以執行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他做不到 整件事 不過不要緊 制定師太 你 立刻 馬上 就要 立刻 改宗教 立刻 放下 立地 信耶穌 不要做 做師太 做 女牧師 OK 不是很難考 聽說 外國 加拿大那些 有牧師牌考 你過多神學測業 就可以頒牧師牌給自己 香港那些教會就很麻煩 因為要等一些堂會 按納你 那些 不要緊 牧師 不要緊 牧師就可以結婚了 OK 沒有人藏你的 OK 那到時 不要緊 你可以幫香港的基督教界 又多輸入這些人才 不過 很難說 因為在大陸 就應該輸入不了人才過來香港 因為大陸就很缺 這個全路人 其實要在香港那裡 輸入一些人才 進去大陸那裡 不過這件事你都可以做 OK 考慮一下 OK 這個是OK的 這個可以 同一條路 兩個不同方向 是的 沒錯 在世界不同 各地 對福音 遍傳 有抱負的年輕人 你幫幫他 OK 繼續重操故業 那又不用被人笑 是不是 宗教人士 要的 現在你做神職人員 是很缺乏的 你知道的 其實 因為這個 其實整個環境都很商業 其實是的 你要做一些宗教人士 說真的 你每次都醜汁肉臨 你很難令人信服的 可以承諾這件事先 可以承諾這件事先 還是我們還有時間 你想說哪一件 想追下去 繼續討論 你說說 做宗教侍奉 這個方向的事情 是的 你說 因為我沒有記錯 好像香港大部分神紅捐的要求 都是要有1st degree才可以進去讀神學 應該是沒有的 應該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嗎 沒有的 譬如我教那個牧師 都是有了神學的Diploma 他沒有1st degree 因為那時候說他窮 他讀不到 他不能上大學 但是不要緊 他屈作業 譬如他儲了一間錢 然後神就呼召他 去全職事務 然後他就去了 看到神學院 就讀神學的Diploma 他都沒有 神學Degree 應該都不是 神學Degree 可以直接在Jupus 就可以選擇 是的 據我所知 我沒有深刻研究 因為我看到外面 神學院搞的 很多都是說要有1st degree 才會修讀神學 做2nd degree 那不出奇 可能某些很尊重的神學院 可能真的有這樣要求 但是香港的 也有不少神學院 我知八十位有神學院 每年都出產很多傳道人 見到神學院 還有哪些呢 神哲會也有神學院 但是神哲會的神學傳統 我就覺得一向都是比較 有一點獻權學術 不過不要這樣說 得罪人 不說 收回 是的 但是始終一個 一件事 就算你讀完神學 也不是人人去廚職事奉 因為說真的一句 你一向就在大中派那裏做事 就像打工仔一樣 不過你就是在教會上班 如果你真的有心事奉 那麼有抱負 你出來牧養那些很小的教會 分分鐘招不保值 你真的未必有人收工 你還拿錢回來貼籤養教會 譬如我教會牧師就是這樣 他真的很有抱負 他真的很有意義 但代價就是 他放棄了原本 在大中派教會裏 相當優厚的收入 現在他就是要幫忙養教會 自己出來做生意賺錢 那都是因為你們本身 你們那邊是鼓勵大職事奉 是全職位的 你又知道 沒錯 當然我們教會的理念就是鼓勵大職事奉 你只講給你那一句 今天好像是 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的根基 但事實上 大職事奉 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當然我們知道 經濟學101 都告訴我們 代價這麼大 又不是真的 那麼 rewarding 坦白說 青年才俊 沒什麼人會去做宗教人 神職人員了吧 大陸就更加 本身基督徒人數 也近年有急增 但是真的 因為大陸的宗教法例 大家知道大陸的共產黨怎麼對宗教人士 所以很難有全職全路人進去 也很難開了開神學課程 開神學院就坐黨位 整件事很搞笑 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你坐在神學院裡就指手畫腳 整件事很奇怪 對 對 很難被帶 對 對 那麼 我們下次再說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